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看了一部电 叫《在黑暗的时刻》 有的地方把它翻译成至暗时代 也就是说 英国在黑暗的时刻 讲的是当德国侵入比利时 侵略了波兰 逼近法国的时候 英国上下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 就是说是抵抗 抗战 还是和谈 通过意大利跟德国进行和谈 那么那个时候的议会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要张伯仁首相下台 这个时候海军大臣 邱吉尔先生就成为了新的首相 但是战时内阔里面 张伯仁仍然是一个主和派 他还是内阔里面的一个成员 那么邱吉尔当然是主战派 但是当英国国王去访问他的时候 然后问他 就是说 你害不害怕 邱吉尔先生说 我怕得要死 哎哟 这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最精彩的一句话 因为呢 尽管是他主战 但是当时候整个的欧洲 其实整个对英国非常的不利 那么 可以说是 英国的军队 面临着在当时的法国战场 比利时战场 面临着被对军包围 全军毁灭的这么一种威胁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通过和谈 也许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军力 或者是免受这个国家的 这个国家免受这个遭难 灾难 所以呢 这个主和派 就是慢慢开始又重新占了上风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邱吉也感觉到很孤立很无力 原来本来对他有所怀疑 有所质疑 对他出任首相的国王 这个时候讲了最关键的一句话 他说我现在支持你 因为这个英国的国王 他不愿意到加拿大去流亡 他最终鼓励了邱吉也 所以有时候在描述 不是描述 有时候一个历史人物的形成 有一些事情的最终的一种结果 其实这个过程有时候是非常复杂的 即算是主角 他有时候也会有很多的自我怀疑 沮丧 尤其是邱吉也这个先生 他的毛病很多 对吧 我都知道他是非常喜欢奢侈的生活 对吧 然后呢 他也是脾气非常暴躁 然后他每天有很多主义 有些人都回忆他 就是说你这个每天有百个主义 只有五个主义可能还可以 其他九十几个主义都是烂主义 但是这个时候国王给他的支持 因为国王还鼓励他去跟老百姓聊一聊 所以他坐了一趟地铁 那么 重新延起了他的斗志 最终呢 就取得了外国 就是国会的支持 在内国里面他最终也取得了支持 然后决定决一死战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命令当然一方面是非常的强硬 非常的霸道和有力 但是另一方面呢 上帝给了他机会 就是后来的天气 使几十万的英国的大军 最终能够渡过海峡回到英国 天时地利人和 使本来应该尊戒的 有可能尊戒英国的伟大的历史 也有可能欧洲的整个战场 要重新改写的一种情况 由于邱吉尔的这样一种勇敢 一种霸道 一种坚持 而且是当时的国王最终改变 探索对他的支持 当然也有上帝给了他一个机会 让他的军队回到了英国 从来最终为欧洲战场和美军和苏军联合在一起 最终打败德军 建立了非常强有力的基础 那个时候他在国会演讲的时候 邱吉尔是一个非常窃取的演说家 他也是一个非常能够写稿子的人 那么在电影里面经常出现的另外一个人物 就是那个打字元 那个打字元 所以我看来这个职业 对我来讲是特别的有感觉 因为我有相当一段时间 我是跟打字元的关系是很近的 因为当时候的稿件 很多稿件和很多文件 都需要机关的打字元去完成这个文本 所以我经常去交代啊 或者是跟他们去拿来关系啊 让他们及时地把稿件打出来 那个时候 邱吉尔很多的故事展出的一条线索 就通过打字元展开 因为邱吉尔下命令 那个军队绝对不能撤退 其中就是打字元的哥哥 英国在黑暗的时候 没有来临 当然在战争之前是黑暗的时候 正是因为他们接近黑暗的时代 那么由于有了邱吉尔这样一个结局的首相 使整个英国又重新赢得了机会 但是今天的英国 谈不上是到了最黑暗的时代 因为没有人去侵略英国 但是英国自我弱小 自我软弱 短时自私 无视人类的文明应该有的方向 在跟欧盟的过程中间 成为欧盟成员的时候 就别别扭扭 别别扭扭 有一些在整个欧盟实行的政策 比如说深更签证 那么英国就完全不执行 不是不执行的 根本就没有参加 然后后来居然投票选举 做出了一个结论 退出欧盟 由此我对英国非常的微微然 甚至我很长时间英国新闻都不看 我都搞不清楚英国现在首相是谁 或者说它有什么样的品质 我觉得这个国家已经完了 弄了几百年 从一个小岛变成日露部帝国 然后答应帝国 然后又回到了一个小岛 历史总是这么叹息 令人叹息 但是最近梅宜跑到北京去 新闻也有一些 新闻时事报也报了一些 说它在中国进行什么 我不知道是演讲还是接受记者采访 反正那个直播节目中间就断掉了 我倒没有仔细看这个内影 因为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你去关心一下中国的人权人士 当然固于对中国的人权人士 有一些精神上的鼓舞 但是整个来讲很难 练卷现在的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的不支持 甚至是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的恰恰是中国政府 关心中国人权人士 维权人士 那实际上是一个表面文章 其实啊 梅宜自己心里面也很清楚 所谓的什么不为一国一路背书 那不只是因为已经有人做过这个事了 对吧 就是马克林先生已经跟他法国的总统 他已经抢先一步 所以这个梅宜不好再继续跟到法国后面 对吧 所以还别面拥拥讲一番 实际上呢 跟法国总统 跟什么美国总统 跟什么总理 继续都是一样的 访问中国 就是 两个字 要钱 要钱 所以你怎么看得上呢 当然 英国人呢 出卖这个价值 出卖这个 在外交上 大家都觉得英国人很绅士 还有很好的思考 其实英国人的短视啊 在他的政治人物里面反映得非常的清楚 一方面 固然有邱吉尔这样的伟大的首相 同时也有张贝伦先生这样的一个人物 对吧 那么如果没有他当年的 对德国的那么赠影头的时候 他自以为的达成了这个 跟德国的和平 也许后来就是 这些国家就不需要获取那么大的代价啊 对吧 但是正是因为有张贝伦这样的人存在 那么在英国 这种基因也一直延续下去 所以1989年 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都在制裁中共政权的时候 美国的总统老布什 天不知齿的老布什 对吧 居然就判了秘密的特使 到中国去 说这个 这个 这个 给了 这个 郑小平最强有力的一个鼓励 那么公开去访问 中国的 跟中国勿说言慌的 在西方国家里面 英国 又大了一个头 而且这几年 英国又出卖美国 对吧 然后去参加这个亚洲开放银行 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由于英国自我的这种短视 对吧 这个 退出欧盟 向中国妥协 不断地在这个 很多市场面 充满他的盟友的利益 那么英国 这一种国家的地位 实际上也随之下降了 这一次最明显的标志是什么 告诉大家 你们知道吗 他们叫梅宜吧 有这么一个名字 梅宜跑到北京去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 大家看一看 习近平主席是怎么接待他的 怎么接待他的 连饭都不请他吃一顿了 听说就是 以茶带饭 以茶带饭 茶是什么东西啊 茶是中国的水啊 对不对 因为你们一个人在美国生活 或者在中国生活 知道了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送的礼物 就是茶 茶现在已经犯了成罪了 有几个人家里没有各种各的茶叶 对不对 以茶 对茶 你说这个梅宜的待遇 真是很可悲 很可悲 外交啊 中国人老是讲 我们有什么什么老朋友 实际上什么老朋友啊 对吧 真正的 在外交上是只有利益 而这个只有利益 没有道义 而英国人 给了这个国际社会 一直叙利了这么一个 这个版本 一个标本 那么对中国现在在外交上的地位啊 我多次给予这个 也不能说赞扬 我是讲中国的外交现在很牛 很厉害 那么有一些网友就是不满意 就像你整天啊 就赞扬好像中共很牛 然后你这个西方国家都不行了 我是一个媒体人 我不为你们中国强大或者不强大去承担 抱歉 去承担一个政治上的责任 我只是描述和关注政治的现实状况 现实状况就是这么回事 对吧 中国有钱 对不对 那全世界的外交 主要的核心价值 主要的追求就是钱 这就是现实啊 对不对 那么这个 讲到中国的这个外交 我多少是有一点了解 而且几十年以来 我一直在为中国出一个主意 现在想一想也不应该出 但是呢 还是出了 就是在评定的时候 总是会讲一点这个 这个建设性的意见嘛 对不对 你不能老是批评嘛 那么其中有一条 我说中国的这个外交啊 确确实实就是地位太低 外交部地位太低 外交部是什么部啊 大家一听起来 外交官好像很了不起的一个职业 实际上到各个领事馆去工作 你就知道了 那跟坐牢也没什么多大差别 只不是大家喜欢来 第一 对于跟过去相比的有一些改善 当然以前因为国家更穷嘛 那时候当一个外交官 你至少有几单机可以回去嘛 对不对 至少是出国嘛 至少是有一点点 手里有一点点外汇券嘛 对吧 你还是被人羡慕了嘛 那现在这个钱没法比啦 但是你的子女可以到出国来 趁此机会给他们上学啊 对不对 所以外交官呢 还是有一个好像大家羡慕的职业 但是从整理来讲 中国的外交部是没有权力的一个部门 它就是个接待战 接待各个部门的人 来访问 然后照顾干部子弟 真正进行本地的外交 其实做的是并不多的 当然还有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安排所谓的国家领导人出访 哎呀这个是外交部很头痛的一个工作 因为很多的职务啊 别的国家没有啊 不能对接啊 对不对 管意识形态 管政华委 管这个纪委 你说到哪个地方去跟他去对接访问啊 但是按照党的规矩 国家领导人必须每一年去去访问一次啊 否则的话那个军机会生锈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每一个常委还有两架飞机啊 对不对 大家说为什么有两架飞机啊 因为一架是飞的 一架是厚的 对不对 那九个常委的时候那就是十八架啊 对不对 那么七个的时候是十四架啊 对不对 那些飞机都是空在旁边的 你们去想一想 当然中国的新闻报道说 那是组装的 民航组装的 你以为组装就是随时可以装回去的 不是那么回事啊 不是那么回事啊 只是因为那个飞机是根据原来的民航组装 成为它的专机而已 而且还不是飞机 飞机反对中国现在有钱 对吧 主要是找不到对口的访问的地方 当然 美国不能访问 法国不能访问 或者英国不能访问 德国不能访问 阿曼奥港那些小国家可以访问 不能说阿曼奥港的小国家 就是中小型国家可以访问 那些国家反正是要钱更不要脸 对不对 所以也无所谓 管理什么政后委书记 管理什么意识形态领导人 管理什么中纪委书记 所以就安排一下访问 但是那些访问的人 经常就只能去加拿大 然后飞过美国上空 然后去墨西哥 这是闲话 讲到外交官职务的提升 我就讲 你这个外交部长职务实在太低 上面顶多一个国务委员 国务委员还不是政治的副总理 你这排名排在后面排到多少位啊 对不对 你政治局委员呢不是 而你现在中共的很多的行为 就是一种国际行为 因为全球化的过程 你中共才从这里面得力最大 对不对 同时你又跟各国国家有这么频繁的交往 那你这个负责外交的人地位这么低 你参与决策 就是个小老弟一样的坐在旁边 那不行的 以前钱一生即算是副总理 我也看到江泽民出来访问 那钱一生就是到后面去了 为什么 那钱面的官比他大得多了 对不对 还有加上当年江泽民核心的一些学生人群 所以钱一生就看不见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就一直提议啊 这个外交负责的领导人啊 地位要提高 我是这个什么 中国有句话是什么 皇帝不是太家籍 我也不是太家 对不对 他也不是我的皇帝 但是我还是为他们出来一个烧主义 那么十九大的时候 确实有所提升了 国务委员不在外交的杨潔迟 就成为了政治局委员 有可能是副总理 因为你只有一个副总理 你在出国访问方便嘛 否则的话你怎么能是 你没有一个行政职务 那就是政治局委员 这个杨潔迟访问 你这个党的职务不是个国家职务嘛 虽然党的职务在中国 还要比国家职务大 但是呢 你不对考嘛 所以杨潔迟是肯定会安排一个行政职务的 除非把他打 打得冷宫 就像杨白冰这样 兵变了 对不对 不是兵变 政变了 也不对 反正就是一个小的变化 就是不让他担任这个行政职务了 那就把他废了 除非这种情况不大可能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杨潔迟呢 担任这个副总理 这个主管外交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 或者说给他一个其他的职务 那么才有可能呢 有利于呢 他进行这个外交工作 那早一段时间有人说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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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他会让他特别的动作 比如说哪个领导人死了 赶紧去一下 或者哪个人结婚了 他去一下 进行一些特殊的... 单向的一些项目 或者是一些特别的人物 特别活动 那么基本上的具体的外交工作 那这个...这个...这个... 杨洁篪 当然杨洁篪我们知道 是这个...这个...这个... 江泽民把他提拔上来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要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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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拔上来呢 也有可能会把王毅提拔上来 因为王毅和杨洁篪 这两个人的年龄都很尴尬 如果不升一级 就只能退休 因为他六十多岁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人至少都升一级 一个生成政治主委员 另外一个王毅呢 要么就退休了 你就退休了 很快就退休了 那么就是到人大或者是什么地方去混一混 对吧 政协不需要之分了 因为政协有那个... 外联部部长去了 那么他就是去人大 要么呢 他就升国务委员 也成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那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为什么兼外交部长呢 因为现在外交部长 现在没人了 没人了 相对来讲呢 这个王毅也不太多人喜欢 对吧 但是呢 这个...这个... 但是相比之下呢 他还算有一点经验 所以呢 从这个意义来讲 外交部队就出现了 历史上比较少有的 就是加重型 一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一个政治主委员 接国务院副总理 来掌握外交工作 那么至于这个王毅也不会在外交上面担任具体的领导职务 他这个国家副主席就是可大可小 可硬可远 那么这个事跟习近平是什么关系 习近平是真心要用他 还只是想要让他往火上烤 王毅也不得以接受这个命令 还是自己想争取这个职位 因为呢 这个王毅也最近见了他的 因为王毅也跟这个... 跟这个... 谁不一样 跟这个... 习近平不一样 习近平比较拘谨 比较按规矩 王毅也不按规矩的 他经常就见了那些小哥们... 小兄弟 对吧 当年的老朋友 跟他们讲一讲话 最近见了田国立 田国立出来跟别人吃饭就讲了 见了他就说 这个... 齐三啊 怎么就形容他跟习的关系啊 他说 尊臣 尊臣 毕竟是尊臣关系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你们大家去理解 但王毅也三 我昨天已经讲了 他在过去几十年中间 他在中国的... 这个... 这个... 清伴界 经济领域 行政领域 后来又加上了过去几年的 务谐的... 他的这个势力 真的是... 不亚于这个习近平 表面上看 这个... 这个... 包括., 这个... 或者是陕西 实际上很多的具体 掌握十权的角色 还是由王岐山的 这个人马给担任了 你去想一想 昨天我讲了一大堆各个省市的 副职 表面是副职 实际上掌握的是金英大权 金英是什么 钱 现在就是钱决定一切 不是中国是这样 全世界都是这样 我经常讲到钱的时候 有些网友还嘲笑 商人 商人重力 贵话嘛 商人不重力 你当什么商人 这个世界上你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有什么事情 你离待商人的活动 商业可以说是人类现在 最活跃的领域了 当然中国人是喜欢当一个士大夫 喜欢当一个文化人 喜欢当一个教授 或者是知识文章的良知 那个是意识形态化的东西 真正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 真正对于这个社会的运作来讲 商人 是这个社会里面最尊敬的力量 或者说在矛盾的程度上 是任何国家里面都是尊敬的力量 但是我们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 经常是说 商人啊 无伤不接啊 就是这些话怎么讨论下去 就是这些概念引识起来 你就没办法去讨论下去了 有时候网上真是没办法讨论 其实不仅是网上有时候私下也没办法讨论 有时候网上你就是平时开什么会 要讨论什么东西啊 因为会讲话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嘛 很多商人就具体做生意出来 不会讲话嘛 知识分子讲起来就喜欢高大上 唱的调文比学他高 对吧 比学他道的话 对吧 所以对商人一顿别 实际上商人的力量 回头再讲吧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 从你一个意义上来讲 我也不是一个商人 我也不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媒体工作者 但是我知道一点 一个媒体的独立性 如果没有商人上的支撑 这个媒体的独立性 完全就是空谈 不讲我们网上的讨论了 我回过来讲到王一山的这个势力 王一山的势力不仅我昨天讲的 在经济领域里面 在行政领域里面 从中央到地方 说60%以上的银行的副行长以上的职务 那都是由王一山的人控制的 都是他的人马 那你现在看看 昨天今天公布的 有一个什么各个省市 31个省市已经完成了 监察委主任的职务的安排选举 对吧 国家还要修改什么宪法呀 修改什么法律吗 各个省都已经成立了 从省到县到市 人家都已经到位了 哎呀 何必搞那个名堂呢 所以我就早就讲了 把法律变成一部法 或者说根本就不要法 对不对 直接由中共中央发一个文件 更简单 更直接 免得了这个各级领导 脑子混乱 脑北线搞不清什么名堂 本来这个监察委员会 我在很多次节目里面讲的 是习近平想进行反腐的 走向法治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 那么他最开始的想法是强化 这个人民检察院的反弹局 他想把反弹局的格局提高 结果提了提去 提到三四次下面的人民上来 他刚要签止任命 马上有命名报告告诉他 这个人实际上是有背景的 某个某个背景 这个人又任命一个 又是有背景的 这些背景是什么 都是习近平很担忧的事例啊 很担心的事例啊 原来的政法委 原来的纪委 早就被这些人几十年前就已经布局了 你怎么挑 也挑的是别的人啊 习近的人马太少了 所以后来虽然反弹局也升了半级 但是反弹局作为一个 就是反腐败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器 最重要的机构这个计划去泡汤了 那习近平后来又想 一不做二不休 我玩一个更大的 我成立一个国家监装委员会 由国家的监装委员会来行使 对国家公务员 或者说呢 行使对反弹 这个活动中间的法律行为 法律地位 法律过程 由这个国家监装委员会来完成 这个主义不错啊 对吧 但是没想到在政治局会上一讨论 齐三同志说 很好的主义啊 对吧 那趁此机会 就把他合水办公了 对不对 何必再搞一套班子呢 所以监装委就跟纪委就合水办公了 你说这么一个合水办公 那你还成立国家监装委要干什么 对不对 本来机构就乱七八糟一大堆 对不对 除了中纪委 还有监察部 除了监察部 还有日韩复发局 除了日韩复发局 还有一个反弹总局 对不对 机构已经够多了 又搞一个国家结算委员会 但是你说在那个会议上 能够像那些 大家想象到 大家会吵架吗 人家不会吵架的 当了领导以后 最起码的一条就知道 不会是公开吵架的 都是玩硬的 对吧 那你玩硬的 那就只好表面上同意 一同意 就变成现在这种结果 所以十九大做出的决定 那就是合水办公啊 对吧 我就这样就想 那你觉得那机构 未来是不是要去掉 对不对 反弹局要不要去掉 国家腐败 日韩局要不要去掉 然后监察部要不要去掉 还是这些机构都存在 然后再有谁的一个国家监察委员会 对吧 那你干什么 从现在各个省的情况来看 那监察委员会的主任 就是纪委书记啊 就是省市纪委书记啊 那等于真正是两块牌子 一套人马 所以在北京中央的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员会 那基本上主任也可以确定是赵乐际同志担任了 对不对 没有王岐山的混乱表面上 但是这些人马都是王岐山的人马啊 对吧 他只是说中纪委有了一个白手套 对吧 因为就是我可以通过国家监察委员会 明正明顺地通过法律程序 来进行反弹 哇的天啊 在中国哪一个系统里面 哪一个机构里面 只要有党的组织存在 当然是党说了算吗 那基督机构还算什么呢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不早就有了监察部吗 那你何必还成立一个国家监察委员会呢 你把街上弄出来不就可以了吗 下折衬半天 还要修改这个法那个法 哎哟 我不能给更难道出主意啊 更难道你们永远怎么下折衬 折衬的越护越好 但是也没有这么下折衬的吧 对吧 当然你要看未来几年的权力斗争 如果未来几年的权力斗争 习近平 大块人生素 粉身四人帮 抓出一些人物出来 也许呢 那个时候就是一举 把中纪委给贬下去 然后有国家监察委员会 占有主导地位 对吧 中纪委一直管党方去 接到几十几十几十 不然出效 你这管党员的纪律 管法律有关的事情 都不能参与 那是有可能的 当然还有另外的可能是反政变 对不对 习近平被政变了 或者是怎么样 当然 更大的可能性是我反复讲的 我反复讲了什么 就是习近平即使是积了一些权 他最终既不能走向独裁 也不能走向民主 同时也引用到现在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员会 搞了这一套 如果不产生大的变化 也就这么瞎混去了 瞎混 就这么可以混下去了 因为这个体制的关系是巨大无比的 军队控制在他的手里 警察控制在他的手里 裁军控制在他的手里 现在还有电子监督器 那整个他控制这个社会的能力是非常之强的 国际社会又是 国际社会这些政府 又是跟中国政府是站在一起的 他们是属于利益的一个共同的站好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一直混下去的可能性 是很大的 所以他瞎混也没关系 因为他有瞎混的本钱 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明不吝点赞 因为 如果 请不吝点赞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